只是让徐扬带领一众强者 他没有想到 自己一方和蛮黄帝国展开合作 没有那么一帆风顺 徐扬在长刀长老的接引之下 带领众人步入其中 两侧几十名气息磅礴的 蛮黄帝国修炼界最强高手 分战两侧 而高高在上的王位 那个身上披着璀璨羽毛 充满了野性而妖艳魅力的王者 便是这蛮黄帝国如今的女王陛下 徐扬阁下 这位便是我们蛮黄帝国的女王火灵机 长刀长老对着高高在上的女王 担心跪地 殊不知这一路 长刀长老已将主战场之前发生的事情 一一通病 因此火灵机女王提前知晓了徐扬 此刻竟然对着徐扬核心团队 摆放出了一些不应该存在的姿态 长刀老三 你好大的胆子 莫非是本王提拔你做了先锋战将 你就敢擅自做主 不提前向我禀明 就擅自将这些入侵者 以及他麾下的几十万妖兽军团 带到我们帝国境内 你可知这样的罪过 足够你死伤一百次了 长刀长老现状惶恐 双手贵符 表现出无比的前程 女王陛下 我之所以擅作主张 是因为当时情况危机 而徐扬阁下实力通天 如果能够得到他的帮助 那我们蛮荒帝国的将来 必定是一片光明啊 你放肆 火灵机女王当场动怒 甩手便是一股强大的火焰 顺势喷出 锁定在了贵符在地的 三长老头顶 徐扬健壮 不过脚下轻轻撵动一个动作 顷刻之间 便将女王陛下砸下来的火焰 化作虚无 在徐扬身边玩火 等同于扳门弄斧 只不过 这个地方毕竟是人家的地盘 当着火灵机的面 袒护一个忤逆他的臣相 徐扬的举动 在火灵机一众看来 的确是有些不礼貌 火灵机女王是吧 你根本没有必要责罚长刀长老 她这样的做法 实际上给你们整个蛮荒 带来的希望 这一路 听长刀长老介绍了一番 你们的帝国 你们这一脉 始终有个信念 历代都想要入住中原 想让你们麾下的臣民 拥有更优质的蛮荒之地 既然你们有着这样的愿望和诉求 那么我挥下这几十万 妖兽大军的知识 才是你们完成大院的必然 火灵机冷笑一声 然后迈着修长的身影 缓缓走到徐扬面前 不得不说 她的野性魅力当真惊人 但是对于徐扬而言 不过是雍之俗粉 毕竟她见过的绝美女子太多了 几乎想要凭借美貌吸引她 是不可能存在的现象 你这个外来人 敢在本女王的宫殿上如此大胆 看来我还是需要给你一点教训 徐扬轻笑 毫无预兆探出两根手指 戳在了火灵机女王的肩膀之上 一刹那间 火灵机通体经脉 所有的修炼底蕴 完全没法调动 她整个人就这样 愣愣地处在原地 什么都做不了 女王大人 周围那些修炼者 纷纷打算对徐扬动手 可惜 他们甚至连徐扬身边十几米的位置都进不来 直接被龙坤和四大妖圣全部给打翻镇压了 请客之间 徐扬以及团队彻底震撼了周围所有人 这也让蛮黄强者们明白 徐扬这一批人 果然不是他们能够招惹的 如今 也正是长岛老三 帮助了蛮黄帝国 争取到了这一批可怕强者的信任 并且提前建立了合作关系 怎么样 火灵机女王 现在能不能冷静下来与我交流了呢 如果不能 我可以让你吃更多的苦头 可那样的话 无疑会让你这个高高在上的女王形象 大受影响 火灵机被徐扬的话 气得咬牙切实 但是只要徐扬想 他就可以分分钟让他匍匐在地 甚至可以请客之间 让帝国灰飞烟灭 当然 徐扬并没有让他承受更多的痛苦 精神力释放出来的一刹那 女王身上的窒息感完全消失 恢复了原本行动自如的样子 你的实力太强了 我根本就没有办法平等的和你交流 徐扬的微笑更浓郁了几分 能否得到平等的对待 完全取决于你自己的态度 如果你能像长岛老三一样 那我们之间便没有什么交流的阻碍了 你的实力远远强过长岛老三 可为什么我和他之间成为了朋友 你难道就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吗 果不其然 徐扬一番通达点拨 立刻便让眼前火灵机 平复下了躁动的情绪 或许你说的是对的 这个世界本就是强者为尊 你拥有了掌控一切的实力 那也没什么好说的 既然长岛老三帮我争取到了你们的合作关系 那我不但不可以罚他 还得赏他 从现在开始 老三负责代表整个蛮荒帝国 与你们这些外来盟友们的交涉 只要是他的意思 就能够代表本王的意思 仅是这一道指令下达 长岛老三在帝国内部地位扶摇之上 成为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